選舉我要講的就是說 它是不是一個交朋友的過程 所以我交朋友的方式非常奇特 交了非常非常多的朋友 這個是我自己經營來的 我跟你講這個直接有效喔 我上面好像聽蔡正元 也是這樣說 那時候去既然來 一堆都對她不好 她說一句話 她會比較的人就開始慢慢發展 就像妳喔 我知道妳是一齊誰的 不重要嘛 我就慢慢跟你交朋友 她看到了一天 好像在當中軟化 對不對 妳蔡先生又來騙票 選舉到了又說騙說 啊行政院要合定了 那我就說 啊那如果年底合定 那也是我蔡壁有爭取的啊 因為我來這邊 我提了政見之後 我去對外公佈 我拍了影片之後 行政院看到了 覺得這很重要就合定 快做 快做 這也是好事啊 這也是好事啊 對 所以我現在在等她 今天已經 兩星期看她要怎麼關工 今天已經19號了嘛 對喔 好我看她 什麼時候要合定 她常 我覺得 我覺得 所以我說 你累了嗎 換人做做看好了 她 就是妳妳知道 人家沒台沒 一剃機槍人 這樣涼洗涼洗 好好算 海兵海風陷陷的 欸 人家就掉了 就掉了 而且還是全國 欸 什麼 投票 投票率最高的 對啊 那邊很失重的 很失重的 大軍贏 清水那邊 五車清水 對啊 清水啊 她說他們還要清水 但是 有一天 記者就跟我說 欸 沒有看到人 蔡委員 你不要搞錯了 她已經不住清水很久了 蛤 她從第一次選上 她好像住在什麼一個 宮的後面 是鑑娜那裡 那裡 姐姐的那裡 那邊 那裡 我去那裡 辦我和韓國 你撞到他 去那裡 我那裡 就打印到門口 因為她已經很久沒住到那裡了 我沒怎麼知道 你知道嗎 她現在住在七旗耶 好驚人的地方 有錢人家住的地方 是無期的七期 還是大甲的七期 不是 台中市那個七期 我這樣告訴他 等一下會派王軍來攻擊我 你知道我第一次跟他說 他都沒做事情 什麼人做 不知道他跟他說什麼 哎呦 我們海山都是善良的老百姓 我們選舉不敢的人 我說我敢不敢 那是沒嗎 沒做事情 記者 人家跟我說 人家很早就沒住在清水 他現在住在七期 台中市的七期豪宅 所以你不能這樣說 我不能這樣說 結果呢 禮拜天呢 動員都叫別人來罵我 結果你知道我的幕僚 我的顧問群很高興 他說他終於忍不住要罵你了 表示你 他已經威脅到他 我正想講這句話 對 我說選舉就是這樣 他一向都不理我啊 我們大大小小的戰意 我們都看過了 一般對手 還要給你求太多 沒什麼要參與 他都不參與 你說什麼他都不參與就好了 不參與就好了 因為你又差15% 17%之類的 那一開始我差30% 哥哥 我去的是 我七月份去的時候 他八月底做了一個民調 我16.9% 當他17%好了 人家是49% 真的 然後呢 真的不是 我的幕僚都很 我的幕僚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就很高興 然後就很高興 為什麼 我就說 哇我才來一個多月就有17% 你看我多正向思考 我真的正向思考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他又過了兩個禮拜 他又去 反正民調都是他丟的 他又去丟了一個民調 他19% 然後呢 我就變成 22% 哎呦 進步5% 兩個禮拜進步5% 然後他就 一路完全不動 然後呢 第三次 到10 10月底的時候 10月底 他一樣49% 我已經爬到30%了 哎呦 然後我就想說 他都不要動 我動就好了 我們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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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有多正向思考 然後最近 最近就 就有點像龜兔賽跑 對 然後最近就有人跟我講說 欸 你先跟他 一拜一拜 一拜一拜了 我當然不能夠說贏他 就是 但是我都跟選區說 大家這次要加油 你們要加油 海鮮的選民要加油 哎呦 因為是你們支持我啊 我才能夠這樣子啊 大家一起加油 這一次 有可能把他翻掉 哇 現在每個人都很興奮 以前我走 我到那個 他說 不是說他不會選什麼 應該會沒關係吧 哦 啊不說民調啦 不說民調啦 不說民調啦 不說民調 一拜一拜啦 不說 不說 沒有啦 他現在就是說內參民調 不說不說 問題是超級衝 那民調都自己有公開嘛 有 真正公開 真正 這月你也沒說 對嗎 那是真正的 現在沒有 我主要是 我今天題目是要請教你知道嗎 柯涵蒸氣會流 雪滴子 功力大增 你不是說我是那個 你不是雪滴子啊 以前都說你是雪滴子 你不是說我是那個 那個那個什麼 張無忌 張無忌啊 因為張無忌是各路的蒸氣會流 你知道嗎 他才有夠多 那你也給他五成功力 那你也給他三成功力 這有張三豐 整館給他 對 整個都融合起來 我現在也是這樣子 那也是這樣嘛 你現在有幾道功力 我現在有幾道功力 海線功力 海線的功力是我自己來的嘛 有漆啦 這些山蜜你自己去 對對對 有漆啦 天空自己經營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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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營天空的方式很奇特 怎麼說 因為我沒師傅嘛 我一個開始期沒師傅 沒有師傅帶 天空沒師傅 錢說就有 還沒錢 還沒錢 總點是沒錢 然後呢 就每天呢 就開始研究那個地形地物 因為我對地方的那個什麼 比如說文石工作者啊 獨立書店啊 我就很有興趣 我開始研究那個 清水有沒有獨立書店 武器有沒有獨立書店 那因為武器是個港口嘛 它一定有一些比較古老的聚落嘛 然後我就開始研究那些 啊我的幕僚就會開始說 哎呦你怕這個行程是在做什麼 我都讓人看不 讓人看不 啊所以 戳機中人想說 啊這個不要插味就好了 啊 嚇得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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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沒有行程就不要離開 你這頭人你都不去嚇 一定要想 對 都不不要在嚇 他說啊理政要不去拜訪 啊如果嚇到理政要不去拜訪 如果嚇到理政要不去 我就不一起跟他 嚇進去 除非有一些 特別指示說不要去 特別 我都不管 不管你是支持民進黨還是國民黨 我都把他走去 因為對我來說好像就 我總心開始 總心開始嘛 就算他是親民進黨 我也把他走去 走去家裡之後 哇那天 一禮拜大家都傳說 阿齊比喻是搞不清楚狀況 這個人果然搞不清楚 居然跑到那個 我創機槍的那個鐵桿兄弟你也進去 對對對 類似這樣子 在那條路裡也把他走去 然後我就說 有什麼我會 我都跟他問說 有什麼我不會走去 他會把我打的喔 民主國家的啦 對啊民主國家的 所以呢一次兩次 人家就覺得說 阿齊比喻要爽去 但是 走那樣壞走囉 但是你要知道齁 你跟我講網話 你就覺得我是一個很容易親近的 對 我們就開始交朋友 我跟你不同陣營 你有你的立場 我尊重你 但是我們是不是私底下有什麼朋友 可以交個朋友 對 所以呢我跟 就算他是那個親侶的 是算他的條卡 我都可以 像我看到那個 蔡其昌的那個 幕僚啊 站在路邊的發文宣 我都跟他們打招呼 辛苦囉 風很頭的 要加千塊喔 哎呦 也感興 有一次他 有一次他也是帶 他跑他了 我們跑我們 然後他的主人看到 我居然跟我 哈哈哈哈 讚喔 非常有喔 就沒有惡意啦 相處久了啦 相處久了 就說啊 東北季風嘛 風比較頭 加千塊喔 一開始他們有一個那個 他們五區嘛 就每一區都有個主任 有一個就比較有敵意嘛 敵意的還是有啦 然後我就說 都不笑了 有時候大家懺悔嘛 坐在同一桌 我說欸你為什麼都不笑 然後他心想說你是笑的 你跟我就是敵對陣營 我為什麼對你笑呢 對 那個不必要的啊 對啊 但是後來我們就會開玩笑 對啦 要自己發改啦 對 你選舉就是一個 交朋友的過程 其實對啦 選舉我要講就是說 他是不是一個交朋友的過程 所以我交朋友的方式非常起頭 交了非常非常多的朋友 這個是我自己經營來的 我跟你講這個你這有效喔 我頂會好像聽蔡正元 也是這樣說 那時候去經營來喔 也是對他都對他不好的 他說一句話 他下一個人就開始慢慢發改 那邊你說 就像你喔 我知道你是極其中的啦 啊不重要嘛 我就慢慢跟你交朋友 第二次一樣 第二次 他看到一天喔 好像淡薄啊 軟化啊 他說這樣啦 我知道你偉藍 你總共可能幾十五百票 不用多 我給你投十票就好 對啊 欸有幫助嗎 有啊 有啊 欸他減十票你就幾十票了欸 有啊 哪會二十票呢 對因為 你不要說真的不可能喔 因為他本身沒有在跑 因為他可能很忙嘛 很忙啊 很忙啊 太客氣很忙 不是 台中市跟台中館 來過的時間嘛 台中市跟台中館 對啦 我每天都要去市區的 都要開車開四十分鐘 對嘛 比較忙啊 比較忙啊 所以都是他的主任在走嘛 和會面的人嘛 所以久久之我都和他們的人比較好嘛 有的時候 對呀 護理師也有個好處嘛 好 人家沒說 啊你是感冒啦 怎樣 就關懷一下 他就會覺得 回去維他命B 隨便吃一口 你暗時的時候 腳先跑一下 跑比較燙 你就讓你 你做好事的 你就是這樣 這個就 會容易化解一些那個 我交朋友的方式就是 但是我也沒有敵意啦 甚至裡頭那裡有個條子 然後呢 不知道人家誰就跟他講 那是誰他們家啊 我說啊哪 他說 你感冒進去 他問我說 你感冒進去把他們打擾一下 我說有時候不敢 我都走進去敲門 我說 他聽說你是誰 他快樂我會說 喔啊你敢走去嗎 我說 欸你裡面有錢夠嗎 不可以去嗎 然後 他做錯了 沒有沒有沒有 後來就是大家就坐下來 坐下來之後呢 哇 有一個月的時間 他就一個 他就一個拆機商炫耀嘛 嗯 說拆鼓來吹呀哪吐啊哪 反正 反正後來就會 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說到我們 兒子 旦娘 是 宅 這個 是 由衛生 成功 有 都 的 人